台北市推动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超过50年 用户的接管率达到8成以上 理先全国 更是最早全面开征使用费 系统规划 以及建设最完善的地方政府 也因此在内政部的全国污水下水道评建里 连续四年蝉联特优奖的殊荣 污水下水道界的年度盛世 内政部营建署全国污水下水道评建 台北市政府连续四年蝉联特优奖 达成四连霸壮举 三个面向评比都获优等最高评分 也是全国唯一大满贯的地方政府 内政部表示 全国污水下水道建设推动情形良好 尤其北市府没有中央补助 但还是不宜疑虑推动建设 除了再度获得特优奖成绩肯定外 也全面开征污水下水道使用费 另外跟包括采取统包及奖励策略 突破困难接管区 推动管区延寿 探足机 智慧管理等多项创新作为 卫工处表示 污水下水道建设逐渐从新建转型成营管维护 为了提升用户满意度 还首创办理堵塞热区管线预防性轻疏 商家宣导及水质机查 有效降低污水管区堵塞建树 还把节能绩效与水质奖励纳入契约 鼓励厂商投入专业技术与人力 创造政府 厂商与环境三营的局面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导 从民国77年 木榨县动工至今 台北捷运已经盖了三十几年 但是信义县东延段 被捷运局誉为是史上最难的工程 不仅陆幅狭窄 地质复杂 施工的单位不仅要保护街道两侧的建物 以及居民的居住环境 还要尽量的避免对交通造成冲击 现在透过记录的影片 带大家了解工程人员的努力 施工空间狭小 大型机具竟出不易 地层更是软烂的像沼泽泥坑 稍有不慎人和机具就会一起陷入 往下挖了十公尺后 还碰到坚硬的盐盘 强度是一般建筑混凝土的四倍 台北捷运信义县东延段地下工程 所有曾经碰到过的施工障碍 全都集合在一起 外手下来之后 油门开到最大 其实也没有办法前进后退 我们的师傅其实都有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经验 我们师傅下来坐的时候他们也说 完全没有碰过状态 捷运信义县从向山站前路宽还有四十公尺 但往东延伸到福德街就只剩下二十五公尺 一座地下车站宽度至少要二十二公尺 大型机具紧邻两旁建筑物 最载间距甚至不到一公尺 施工团队不但要保护街道两侧建物 以居民住宅环境 还要尽量避免对交通的冲击 这个工地是我们在台北周遭施工 遇到挑战最高 然后地质环境最复杂的工地 面对这样子困难的挑战 我们捷运局二公处 还是坚持要给民众 对安全品质最高的捷运工程 这短短1.4公里的信义县东延段 号称台北捷运工程史上最难路段 市长柯文哲脸书公布纪录片 让市民知道工程人员如何克服困难 也感谢他们一直坚持 为打造更安全更便利的交通路线而努力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山红块香丝树等国产木材 品质优良 经常应用在建筑装潢 甚至是防洪的工程 但早期因为量能不足 无法有效的推广 林务局透过辅导木材的生产业者 通过CAS的产品验证 不只能稳定供货 品质也更有保障 让消费者方便选购 希望能够振兴国产木材的产业 那像这样子的材料在品质上是受到保证的 规格尺寸是一定的 台湾木材品质优良 不只应用在家具建筑 就连防洪蓝刷坝里的木格框 也是使用国产木材 为了推广国产材 林务局辅导全台北中南东 五家制裁业者 通过CAS产品验证 依照数种裁切尺寸 生产规格化木材 稳定供应市场 需要这些国产材 不但可以很容易的 在我们北中南东 这五家的这个备料厂 可以去买到所需要的规格材 更可以放心的购买 因为那表示 就是通过了这个国家的这个验证 早期国产木材量人不足 主要以客制化为主 经过领务局多年努力 将台湾木材规格化 同时纳入环保标章产品 作为公共工程建材采购上目 还推出实体和线上版参考手册 让消费者更容易买到 合适的国产木材 量比较大的台湾山 或者柳山 其实在这里头 都有相关的 他们的规格跟特性 纹理 也包含价格 也都有这些资讯 那从哪里可以买得到 台湾建材在国际旅货肯定 帮助国内团队 拿下绿建筑奖项 领务局也积极将国产木材 炒品牌化发展 整合生产和消费者端 稳定市场供需 振兴台湾木材产业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老师或是家长经常鼓励小朋友要多阅读 但是一本书都翻完了 孩子们真的看懂书的内容吗 台北市教育局和出版社合作 发行了素养导向的多元评量 教老师们如何设计阅读后的讨论 增加和学生的互动 同时启发学习的乐趣 提升阅读的理解能力 故事绘本有文字描述 搭配趣味插画 启发孩子阅读兴趣 但就算是有大人陪读 小朋友对书本内容可能还是一知半解 现在台北市教育局和出版社合作 推出素养导向的多元评量新书 教老师或是家长设计任务 加深学习印象 喜欢是大家想要脚踏车的零件 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会不太一样 可以听大家的意见 透过讨论了解学生吸收程度 也让孩子们训练表达能力 新书发表会特别邀请全台16所学校 共600位学生线上共学 由专家学者亲自讲解绘本内容 激发学生想象力 主要是希望借由互动 让孩子们有机会 真正把这本书看懂 然后可以听听看不同县市的孩子 对于这件事有哪些不同的想法 过去阅读着重在个人 现在拜科技所赐 利用网路拉近书本和人的距离 老师们也有更多参考范本 丰富教学内容 提升小朋友的阅读素养 记者邱视频台北报道 一名逃逸两年的越南移工 搭乘白牌车行进台北市南港区 发现警车跟在后头 因此也担心被遣返 一时心虚下车狂奔 而远景健壮立刻上前来追捕 结果移工跑了将近百米 最后还是被远景追上压制在地 移送移民署专情对来收容 金发男子突然下车拔腿狂奔 远景健壮立刻上前追捕 结果金发男子跑了百米 体力不知 被绞成更胜一筹的远景追上 立刻压制在地上 不料台湾警察展现平时训练成果 追悉百米人逮货 全案一违反陆出国移民法 将失联移工移交内政部移民署 台北市专情队搜容 依规定遣送 原来金发男子是29岁的越南籍 陶役移工 两年前就被雇主通报失联 这次他搭乘白排车 要返回京北市租屋处 经过南港驱使 发现南港分局救中派出所警车在后方 因为担心遭到遣返 一时心虚下车狂奔 结果还是被警方逮捕 一违反出入国移民法 移送移民署台北专情对收容 择其遣送回越南 结束男子两年来的陶役人生 记得长话长报道 台北市文山区一名富人 前往邮局提领巨款 而行员担心他是遭到诈骗 因此报警 文山第二分局 警美派出所的远警前往了解 原来富人是买卖股票 为了省下汇款的手续费 直接领贵提领巨额的现金 而警方确认领款的用途之后 也相当贴心地 护送富人前往另一家银行 将款项安全地送达目的地 文山第二分局警美派出所远警 来到警局发现王姓富人 在柜台前提领60万元现金 诈骗敏感神经被挑起 因而向前关怀 富人跟警方出示 另一家银行的存部证明 原来他是买卖股票 为了省下手续费 打算将60万元 直接存到另一个银行账户 不过警方还是不敢大意 担心富人受人指使 再度提醒诈骗集团的 惯用伎俩 在确认无人指使 威胁利诱或涉及其他 不法情势之后 远警陪同富人 走路到另一家银行 确认款项安全 送达目的地后才离开 而即使只是短短的距离 但玻璃士的贴心协助 让富人相当感谢 记者顾灿勇 台北采访报道 接下来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